Hello 大家好 我是艾伦 我是一名激光打批机工程师 目前市面上有很多种不同型号的激光打批机 比如光纤激光打批机 紫外激光打批机 二氧化弹激光打批机 这三种激光打批机 他们可以打批的材质有很多 比如塑胶 金属 木材 石头 如果说有哪款机器可以同时打批大部分的材质 那就只有我们紫外激光打批机 接下来我也会用一个月的时间出一套完整的紫外激光打批机操作教程 如果你想了解紫外激光打批机的操作教程 那就不要错过接下来我讲的紫外激光打批机的系列教程视频了 我从事激光打批机的行业已经有五年时间了 我想通过我这个频道分享我操作激光打批机的经验 如果你想了解激光打批机的操作教程 激光打批机的打批案例以及打批参数 请一定要订阅我的频道 点个旁边的小铃铛 这样你就不会错过我接下来讲的激光打批机的实操教程了 这是我们蓝素激光的紫外激光打批机 它主要由激光器 电脑 镇静 水箱 工作台 以及一些电子元件组成 我们今天主要讲解这台紫外激光打批机打标软件的店面介绍 好的 废要不多说 我们开始今天的紫外激光打批机实操教程 第一步 打开电源 首先打开相应的开关按钮 然后打开水箱 等待电脑开机以后 我们可以观察上方激光器是否亮绿灯 亮绿灯以后我们就可以正常使用了 第二步 打开软件 双击电脑桌面上的EJCD2软件 进入软件后 我们先来熟悉一下这款软件的界面 好 在我们左上方的话是我们的系统工具栏 然后主要有文件 编辑 绘制 修改 查看 测书 激光 帮助 这里平常用的最多的就是文件这个工具了 它一般呢是用来导出图片以及导入图片 然后还有储存我们的一个打标文件 下面这里的话是我们的一个视图去工具栏 主要用于放大缩小我们的打标图案 使用放大镜的话 我们可以放大打标图案 观察图案的细节问题 在这里它不会改变打标图案的实际大小 只是放大方便我们观察 然后下面的话是命令工具栏 主要用于对图形的位置图形与图形之间的组合 反转 居中 这些功能呢我就不详细展开讲了 下集课的话我们在使用的过程中再去详细的讲解 下面这里的话是我们的绘制工具栏 这里面呢可以新增一些不规则的图形 以及我们的线条线条 或者可以添加我们的图片 这里可以选择添加图片文字 文字或者说二维码 左上方呢这里是对象工具栏 这里呢可以就是显示我们制作了多少个图片或者说文字 刚刚就可以说是制作了一个那些图片 我们选择哪一个对象选择到了这个图像 然后下面这里的话是我们的对象属性栏 这里的话可以结合上面对象列表来使用 选择上面的对象 然后就可以进行这个对象的属性修改 然后下方的话是我们的加工控制栏 主要控制我们的红光激光 以及激光加工的次数的 右下方这里呢是我们的状态栏 这里可以显示我们的激光以及网络等状态 一般使用不多 只是用来观察我们设备是否正常 最右侧的这里呢是我们的标课参数栏 可以调节我们激光的速度功率以及频率 调整上面的参数就可以让激光打标出我们想要的效果了 后面我们在打标的环节 我再给大家详细的讲解一下是怎么操作了 好今天呢是我们激光打标机的第一节 介面介绍的课程 总的来说操作激光打标机并不困难 但是里面会有一些细节的操作需要学习 如果你目前对操作激光打标机有所困惑 或者完全不会操作激光打标机 你可以看一下我这个播放列表的视频 我将会持续更新激光打标机相关的操作视频 帮助大家提升打标效率 同时也可以点开下方的订阅按钮 打开旁边的小铃铛 这样你就不会错过我讲的激光打标机的实操视频了 那我们下期再见了 拜拜